譚作人案開庭,四川當局無法無天 因為調查去年512大地震豆腐渣工程被捕,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55歲異見人士譚作人,昨天在成都受審。 當局只准被告太太與女兒旁聽,指控譚作人的證據,包括她與流亡海外的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友電郵來往。 在海外發表紀念六四文章,與大地震後發表言論指責當局,法庭押後宣判, 與譚作人一起搜集大地震懸難學生名單的藝術家艾美美,專程由北京到成都,想出庭為譚作人造證。 但昨天凌晨被公安踢門入屋毆打,拘禁11個小時,直到庭審結束才放她。 王丹就發表緊急聲明,要求反國為譚作人造證,由指當局將與王丹聯絡作為定罪內容非常荒唐,質疑有何法律依據。